好,所以我自己也是這樣想 一早要儲定一些彈藥 所以我都不執書獻醜 都填了一支I love you Hong Kong 醫生就厲害了 醫生的惡搞那首歌呢 就是日本歌來的 但以前搞日本歌呢 那些日本人就未必會過來告我們 但如果現在那條新法例是推行 如果立法通過之後呢 香港政府如果他這麼厲害 知道你那首是日本歌 他好像也有權去告你 是的,他的部分就是 他好像猜到別人會告你 所以率先去掩蓋你 這個真的很不合道理 你的作者都未出聲的時候 是由政府來出聲 舉一個例子 香港有一個惡搞的創作作作作 叫做窮飛龍 是的,有了 好像唱了很多 窮飛龍就是駝飛龍的惡搞出來的 是的 是的 當他把那些惡搞的歌 緝緝賣出CD的時候呢 他跟唱片公司呢 就會買回版權 買回版權的 唱片公司也很樂意賣給他 因為唱片公司覺得 你惡搞我這首歌 他只是給我面子而已 如果你這首歌沒有人聽不HIT的話 那什麼鬼惡搞你這首歌呢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作者也不介意 唱片公司也不介意 還覺得是一個宣傳 是的 你政府來介意 還是將刑事化 要告那個創作人 那你說是不是不合道理呢 大家說合不合道理呢 就是不合啦 是的 所以醫生跟著惡搞的日本歌呢 就是改編自一個 鹹蛋超人的主題曲 原祖級的鹹蛋超人 那是不是真的是勁歌來的 甚至是勁景的 什麼叫勁景的 就是發派的 發派的 你沒有聽過的嗎 超人 有音樂 有音樂 有音樂的啦 是的 你做主導啊 好的 給一些掌聲 聲雪醫生落狗 這首超人歌 I love you Hong Kong 銀大祖國 無盡關照 香港鮮得音化 全靠布泰和眾高官 出色肚大獻 天天兵兵 嘻嘻嘻嘻嘻 好快就去到明年 再過二三條 I love you Hong Kong 是反話來的 大家應該會聽了吧 圍捕靚妹 鞋靚仔 不須講抱歉 留守衝擊 隨處寫夜 扛國奶 叫曬她 和債和和 是和債 洗到人要洗得透 愛她就安全 I love you Hong Kong 不須講抱歉 投共雖駕 不是超錯 輕姐很妥憐 來界多了 齊整一票 好選都不要了 事事單單 有你無我 想過就無我 我愛到Apple I love you Hong Kong 就黃鮮花 不是開玩笑 損盤幾大搖鬧 垃圾山蜂 成萬元呎 三家那不怕遠 胡亦大行邁 送上網三款電信與風善 全處是嘉誠 I love you Hong Kong 大家要不要去香港呀 喂 香港跟這首歌說 這麼好 為什麼大家 回家看電視呀 行街吃飯睡覺涼冷氣 熱騰騰要走出來遊行集會呢 真是要問問李嘉誠呀 還要問問曾蔭權呀 是啊 所以我們反惡法要抗爭到底 好 快點搭叫 我們其實一直有三個很簡單很清晰的主題 我覺得我們都要每天每一次集會 每一次遊行 每一次抗爭都要記住 我們今晚來的目的是什麼 很簡單 三個目標 我們昨天都喊到聲勢力竭 一會兒晚點皇上又會來跟大家再喊 是啊 第一個 你看我學了祂那照 就是你叫什也要叫 叫 companies 呼號呢 будете想叫什麼 無條件夕回方案 是啊 我誒 descriptions要 мом條件夕回方案 無條件夕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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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常說 無條件夕回方案 無條件夕回方案 是否完全領舌不同呢 第二句是 林帥倫下台皇上 為什麼呢? 林帥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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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呢 有些人就不太明白 我要解釋給大家聽 第三個叫做泛民總辭反惡法 什麼叫泛民總辭反惡法 在什麼情況之下 才要泛民總辭反惡法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不是說現在叫你全部辭職 而是說 當他那個假之詩 兩個月過了 接著林帥倫就出來說 大部分香港民意 都是支持我們這個替補機制的 好了,我們拿到立法會投票 到時候拿到立法會投票 你泛民主派 加上偽民主派 加上 都是只有23票 你去投票 那你又是輸 你就扮反對投完票 就很遺憾地出回來 所以我們先說 他們如果現在這一刻 選擇沉默的話呢 根本就等於助就為虐 所以我們將他通過惡法的時間呢 推遲了兩個月 令到香港市民好像不記得你了 所以如果到兩個月後 九月尾十月初 政府做完那些所謂的假諮詢 再拿回這條惡法出來 拿上立法會 的時候 所以我們泛民主派 是不應該入去投那個 反對票 甚或是棄權票 應該辭職 應該泛民總辭反國法 泛民總辭反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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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如果放完暑假之後 政府還是繼續 霸王硬上公 明華不力 一意孤行的話 所謂的泛民主派 唯一的生路 就是 反民總辭反國法 泛民總辭反國法 因為如果泛民都肯 總辭反國法 我們香港人就會更多香港人醒覺 到時出來 就不是七分的二十幾萬人 可能是多過二十三條的五十萬人 到時政府就要 跪下 好 說明了大家 好 以下的時間 我們安排了一個 很令人感動的環節 是嗎 是呀 就會交由愛明 跟我們 用他最溫柔的聲音 用他愛明教主的聲音 去讀出 這個我要先說前因後果 在七月一號的深夜 七月二號的凌晨 其實我今天呢 在 我今天下午就去了高院 因為美夫的朋友呢 他們今天呢 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宣佈呢 他們是得到法律援助 正式呢 開始申請施法覆 要繼續 反地產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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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院 走過來這裏的時候 經過了 中銀外面 那條迴旋天橋 想起 七月二號的清晨 我們一班手足 有一百三十幾人 一起很有秩序 在那裏 進行遊行集會 被那班警察 攔住 不讓我們前進 跟著我們坐下 在 不是說過一幕 就是胡椒噴霧的幕 是啊 我們想走上去的時候 忽然間 被警察噴射胡椒噴霧 我本人在第三排 其實都沒有想過 會跟他有任何身體衝突 但是都被那些胡椒噴霧噴到 因爲我們更多的 手足 即是眼射你了 是不是 我不是年輕 他們真的可以 你用手遮住 是拔開你的手 噴你 就是放死孽 你不可以 是啊 跟著 我們很乖 坐下 繼續集會 最後 警察說要清場 逐個逐個 四個警察 一個 將我們抬 離開我們集會的地方 嗯 跟著 將我們鎖上手扣 帶上警車 回到德國警署那裏 去做手足 落口供 當日有 一百三十幾個朋友 有很多呢 都很勇敢 亦都沒有後悔過去留守 雖然有些朋友 他未必想很高調出來 和大家分享 他整個心路歷程 但是有些朋友呢 他們就把他的心聲 寫了在網上 那今晚呢 我們選了一個 是一位 一百號的 女士 我們有號碼的 我是 四十一號 是的 那 有一位一百號的女士 她寫了一篇很長的文 我們每個人 可能我們自己是當局者 當事人 看到呢 都會流眼淚 是 今晚 找來 香港人網的愛明呢 讀出這一篇 一百號的心聲 看看聽完之後 會不會打動到 大家 會不會打動到 更多香港人 明白到 其實公民抗命 不是一件 什麼大不了的事 不是作奸犯科 不是暴徒刁民 而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的權利 如果大家聽完這一篇 一百號女士的心聲之後 有所感動的話 可以在網上 幫我們繼續廣傳轉 再是這一篇文 我想 其實 抗爭活動 最重要 除了那些裝備的準備之外 其實是心理準備最重要 當我們心理準備很平和的時候 我們不覺得自己在犯法 不覺得自己在做一些壞事 反而相反覺得是在做一些正義的事 就算他要 拉你 要射你 甚至要打你 我們心理上 都可以 從容就義 當我們 有更多更多的香港市民 是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警察就不敢鎖你 不敢射你 不敢打你 所以希望這一篇一號的心聲 可以打動更多香港人 我經常說 香港的警察 只有二萬多人 連民職都頂上三萬 如果我們有一萬人坐在那裡 就算我們不叫口號 一聲都不出 我們的力量都會很大 到警察都不敢過來動我們 希望終有一天 我們香港不用多一天 走多一步 有一萬人就夠了 我們為了這個 願望 希望去這個月 希望有一天 真的可以 有成千上萬 數萬的香港人 醒覺 到時候 我們只是用我們的道德感召 用我們的精神力量 已經可以戰勝 那些狗官 戰勝那些警察的 濫權和暴力行為